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说是一个北京一个香港 可是您现在的生活情况跟我有点像了 他半年在北大做教授 另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教授 所以你们这个感觉很让我想到一个题目 不能咱不能这么叫 大陆的内地的大学和香港的大学 我提一个很朴实的问题 如果现在我是个孩子的家长 就考虑一状元 那么现在我应该去香港的大学 还应该去你们北大 看专业 如果是中文呢 中文我觉得还是北大好 看专业 我们这几年北大中文系都能够诱到几个专业 虽然我不认为专业能够代表最好的水平 但是还是代表了一般公众对学生的认可 而且他们会觉得比如某个专业 香港的中文大学的那个水平很好 也某些专业北大的更强 会有这个考虑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 到底人家给你什么条件 对有香港的奖学金什么的 他奖学金只有10%的人得到奖学金 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 假定是像你所说的 考到了北京地区的第一名的话 那个时候北大会跟香港中文大学会争 我们会用什么条件 他们有什么条件 会有一个帮助 但是怎么弄都是北大的 不可能跟他们那么实惠 但是我说的不应该考虑那个10%的 今天的香港在北京或者在内地的招生 一年大概是1600 可是我也不怕当着你说 就是我们这个外行人 这两年人云亦云的 就以至于影响家长的选择 会让孩子去香港的 就是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烂透了 说北大早已经背离了他的什么精神 都一塌糊涂 说的都完全就是说 这孩子送到这去 不定会成为个什么 徐老师你也在北大教过书 香港有哪几个专业比较好 那就是医学了法律了 医学法律这些 香港有很多局限 香港他比方说你要读什么物理化学 那就没出路 因为他没有这个产业 他将来也找不到工作 那么文科是一个特别的 本来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那是一个非常强的 那钱木啊 牟中山啊 徐副关那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传统 但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很多问题 所以今天香港好像有些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大人 今天的内地教育不有很多问题吗 其实是哪没问题 就我说的问题是看学生的未来的取向 比如说我说说的很明确 如果你是没奖学金 我跟你说一套 如果你有奖学金 比如说没奖学金 大概四年要花五十万人民币 在香港念一个学位 假定你拿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的学位 我拿北京大学的本科的学位 然后同时来申请美国的好的大学 哪个有学 北大 美国也是认这个 不是 因为整个必须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定你考同样的分数 我假定差不多的水平的话 他们会考虑你的背景 其实当不知道的人认为在香港 从香港来申请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 哪考他们的PhD会比北京容易 其实不对的 是吗 北京大学绝对比香港有 我同时 我每年都在给学生们写推荐信 这里的获得的可能性更大 原因就是你背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他们考虑问题是这个样的 他们会觉得香港还是小地方 他作为大学来说 香港的硬件 香港的中文大学的硬件 或者是香港科技大 香港大学的硬件 都比北大又强 他们的比如说救世的水准 平静水准也比北京大学又高 他们的科研经费 他们发出来了论文等等 都比北大又高 但是在国际排名的时候 往往是上 有时候上有时候下 不一样 各个地方 各个排名不太一样 但有一点 你必须意识到说 北京大学某种意义 是代表中国 所以很 舞台上 就舞台而言 你在北京大学看到的著名的学者 国际著名的学者 比香港中文大学多 是因为你的舞台 不是因为你的水平 同样道理 选学生也是这道理 我要选一个北大学生 因为我 就假定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 我会考虑你的背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他讲的是 美国的最top的大学 比普林斯顿 或者哈沃尔他挑学生 因为他们会觉得 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 是他同一个系统的 但是不如他的 而北京大学 是另外一个系统的 所以他会对另外一个系统的 更感兴趣 当然这里边包括 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北大出来 你的英文也要非常好 而客观上 你在香港读书 他的英文会好一点 这又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样子 我这一代人 香港的同代人的话 他英文肯定比我们强 一般情况下 不说 你说现在学生就不算 现在的孩子们 你都不知道 现在从小学 有的是一年级 有的是三年级 开始学英语 所以我们的学生们 现在的英语能力很强 而且不能说到特别具体 是因为可能涉及到具体的专业 那样的 但是你得记得说 现在的学生们 同样来考托福 考GIE 我们还有新东方 香港没有 所以的话 我的学生在香港给他们写的推荐信 我拿他们的分数一看 就远远不及这边的 就因为我们这里的 除掉小孩子 以前就是这么 英语已经学上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强化训练 强化训练导致他们拿的分数 但起码实际水平 考试的分数 拿出来的比他们强 实际水平也比我们这一代强多了 现在我们组的实习生都给我当翻译 但是两地大学 香港的和内地的在办学理念 人家机制上没有优劣之分吗 看情况 就我说的 比如说我在那边教书的最大的感觉就是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重心放在研究院 而香港的中文大学还是本科为主 我觉得他们在本科上面用的心思 远远超过中国的大陆的大学 包括我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因为别的问题再做统计 同样走国际化的道路把学生送出去 刚刚下来的周其凤校长上任的时候有一句话 说我希望让每一个北大的学生们 都有出国一次的机会 上任的说了一句话 不是 出国交流 然后我给他加了两个补助 一个补助说台湾香港也算 第二个开会也算 但即便如此我们都还没办法做得到 而且中文大学也做不到 目前做不到 但我们学校做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有半年在外面交流 我不知道 中文大学是差不多三分之一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字 平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能在外面做一年的交换生 但我看了另外一个数字 我一看就笑了 我知道这背后的问题在哪 他们 2012年这个年度 香港中文大学在国外交流的研究生只有47人 但是本科生有1500多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47人远远比不上北大 换句话来说 我老在想这个问题 是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不比中文大学差 也不是这个意思 后来我想清楚了 因为他们基本的精力放在本科生 本科生是将来自己的嫡系子孙 然后将来本科生的 我们都知道将来募捐捐款左右靠本科 本科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研究生不见得 研究生你各地世界各地来 我这里用你的出成果 你在这里好好给我 包括实验室 包括写论文 包括赶快出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的香港中文大学 我不知道领囊怎么样 他那么多的研究生 其实是必须承担辅助教学任务 都是教学助理 就是教学助理 所以你又走了 你拿了这笔钱 然后到外面去做研究 是你对你自己有好处 对我们系没好处 但是我听说一件事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像徐老师为什么在香港工作 香港大学教授的收入 那是世界有名的 对吧 再一个 现在已经下来了 也很高 但是再一个 就是香港大学的这种 好像整个这种行政后勤服务系统 会让教授觉得特别舒服 特别的舒服 这是你在大陆永远体会不到的 这个你没有体会 你后面这个我特别赞同 就是在中文大学教授这么几年 就是只要规定上有的 我根本不求人 我就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就所有的问题都包括人事部 包括后勤 包括所有的问题 就没有 这里的话往往又找人 这里的管理层中间的 我们所说的服务层里面的服务意识不强 管理意识太强 是 管人的意识很强 对对对 给你下半的意识很强 强强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还不光是大学的不同 为什么我对香港教授这个舒服 我有体会 因为香港的公司 比如说也让我们主持人很舒服 他的这个行政部 人事部 真的你说这是怎么会 他尽量想给你减少麻烦 是 教授你明天要出差 给你订机票 给你什么什么 订酒店 交代的清清楚楚 我怎么体会不到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抱怨 行政管理人太多 整天逼着我们 把我们搞得忙死了 他们自己不偷懒 所以我们也搞得忙死了 你刚才在讲内地跟香港的学校 内地的大学 其实说到底 他有两个东西管他 一个是政治管理 一个是经济压力 对不对 特别是前些年 教授除了教书以外 还得想办法 连习主任都得要找外快 为下面的老师 香港 香港妙得很 这两个压力都不大 也没人政治上管理 也没有特别大的经济的诱惑 可是学术上也未见得出太大的成果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在一直在想这个道理 我从自己反省 包括我的同事 香港请到世界很多有名的教授 因为他人工高 可是你仔细去看那些有名的教授的成果 大部分是来香港之前处的 他们在香港的期间代表作就不多了 我自己琢磨 我觉得好像有 我不知道对不对 平原可以指出 太舒服了 我觉得大陆的学术靠一个传统 香港就靠一个制度 你看大陆它虽然政治管 经济又来干扰 可是很多人做学问 他是不管那些的 那些东西我来应付 你搞运动也好 你要赚钱也好 那个是那一套 可是我心中自有一套 我老师王瑶老师是怎么工作的 钱中书是怎么样的 大家心里有一套学术的一套价值标准 做学问还是找这套标准做 香港制度很透明很公平 就像他说什么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很少有遵循一个学术传统概念 不像他们北大那些人 他有一套 比方说最早跟我介绍他是钱里群 他们北大的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 那个时候我们华东师大的现代文学也不错 结果老钱就有一次跑来跟我说 他说我们现在北大 我们找到了陈平原 我们不怕你们了 这句话我印象为什么深 那就是一个老师对自己学校 对自己学科的那种责任感 你今天要在香港就这样 学校里有人笑死你 我要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谁 我们岭南不怕你们中大 谁要你管岭南的事情 我们岭南大学大部分的老师是不知道谁是陈英雀 他们只知道现在谁要来做副校长 谁要来做院长 而这套制度我现在身在其中 人就是这样 你越在其中越看到它的缺点 而且香港的这套缺点正在影响大陆 它以国际化的名义 它的统计是量化的 它是以项目走先 而不是以成果走先的 它的片面的强调国际化 其实是英文化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尤其对文科 它也许对理工科有点道理 但是对文科 对香港的文科 以及对内地的文科 现在我觉得将来都是损害很大 我不知道是怎么说 徐泽东是20年前在大陆救赎 所以他知道的是20年前的中国 美好的回忆 对 而且时间给你好的回忆 而且你见到的个别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这里是13亿人 那里是700万人 我已经说留不起了 700万人的一个小地方 有三所大学 就是起码港大中大科技大学 不是这三所 算是亚洲一流 起码在八所也都像模像样的 所以平均水准而言 香港的大学 比大陆大学又好得多 但是因为你想想这么多 你认识的只是这么多的大学里面 一个学术精英 而且还是即将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 就是我们的思路 他说的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制度化的管理 我们看到了它的规范 包括职业 包括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 逐渐在大陆也都在推行 然后像我们这一辈 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已经退休了 我不管 我做我自己的 没有问题 年轻的他们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他们也同样跟香港的青年救世 是一样的 受到这一系列的那种制度的压迫 压迫 我说的是不同的专业 我现在老在批评这一套 以我们说课题为中心的 量化的 量化的 国际化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现在好多大学规定了 莫名其妙的 比如说生父就送以前 一定要在国外待过一年 有好多大学规定 最近一个南华一个大学更离谱了 规定入职之前必须在国外待过一年 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规定越来越多 而你所想象中的有大的情怀的学术传统 逐渐在失落 我不能说没有 直到今天为止 比如同样我在中文大学教书 我能领会得到 比如带学生 我说他们的好处是规矩 职业化 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且一步一个九一这么走下去的 而且他们走到什么地方 比如30年后他们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 而北大的学生天马行空 不知道哪一天就变成国务院总理 或者是外交部长 所以他会有这个期待 我在中文大学讲研究生的课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们不喜欢谈大的问题 就是专业 专业以外他不感兴趣 北大的学生专业也会更感兴趣 对 他们会有这一类种 我说家国情怀 而且确实你必须 我后来批评过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过早的职业化 过早的把自己定位于某一个中学的教员 或者某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定在这个位置上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北大的不是这个样子 北大做得好的话 会有宏大的理想的实现 做不好的话 跨跨其谈 跨跨其谈 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毛病 但相对来说 你就是说 对于具体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 对于你的具体的工作 和职业和专业的超越的话 北大会在他们之上 但是这个传统正在失落 是 你们刚才讲的 我都想到了我们这个电视界 对 你知道曾经也是学香港 可是现在我就发现了 各有各的问题 你知道你讲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什么 好像是大陆人有终极关怀 对 这个香港人 有一句过去 你们老说一词 我现在在香港人身上弄明白了 叫工具理性 你知道有时候在香港 跟一个导演合作 也是很头疼 他们也很烦我们大陆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他来说 按时按点 完成他手头这件事 他我们不可以说改了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片子会更好看 更好看他是不管 他不管这个片子完成之后是什么 他讨厌的就是说 你这个字幕 三点钱就应该给我 你现在还没给我 你现在给了我 你还说有个字打错了 你还让我改 他怒不可遏 可是他不会管最终 可是你翻回头了 我们要到了北京 那就聊起来 个个都是终极关怀 我们这节目最后要 明天没人来上班 就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听你们刚才讲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项目和钱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 过去咱们说穷做学问 现在大陆有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怎么觉得有了这么多的钱 教授们都更不像话了 其实是这样的 不是每个学科都需要很多钱 比如中文是吗 其实人文学科很多 没必要那么多钱 但是我的问题是 今天的课题的方式 其实是在补贴 某种意义上的补贴教授 我批评大陆的制度是 我们的薪水很低 我们的奖励很多 我们的奖励超过薪水 这是在香港的话 就不是激励你努力工作吗 对他们的思路就是 管理的人想说底性很低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 你来争取 你来争取 我们会给 给了以后你就会用怎么挪来挪去 我开玩笑说 年初的时候做计划 年尾的时候找发票 这变成今天的大学教授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我开玩笑说 今天有一天 假如中国严查所有的暴战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九十的就寿 百分之九十的就寿 或者这些研究科技都有问题 因为没办法 那个制度规定你 导致你将来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香港的那个项目 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它不能拿来自己用的 它也不能拿来吃饭 也不能拿来自己买电脑什么 都不可以 但是它算你的成绩 换句话说 比方说你们今天两个人 他出了三本书 没申请项目 你申请了三个项目 你什么也没出来 升职还升你的 在香港的话 以前北大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是很久很久以前 几年前了 很多地方都问我 我都给他们说很美好 但是不真的 为什么他们都说 凭就寿 两个人的成果一样 一个有项目 一个没项目 北大的就寿 都说 当然是凭没项目的 因为他没拿国家的钱 做的还跟你一样好 是不是 他没拿 不可能 但是 当初 这个美好的传说 在很多地方 用来批评他们当地的领导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说 确实没有这个传说 这么神奇 他们确实 我们不是特别看重项目 但是压力越来越大 今天的年轻救世 我们的年纪大的老师 比如著名教授 比如说以前的老钱 或者是 没项目 李玲 都都都都都都都不理这些 没项目没有问题 著名的救授没有问题 年轻的救世 你没项目的话 根本不行 你要站在 我们都是从二十来岁 从那些老师指导下走过来 你要站在现在这些二十多岁的人 他面前就这么多规矩 就逼得他们往这一条功利的道路上走 我觉得是会有问题 那么就是都成了投机分子了 不不不能这么 这样说有点不太恭敬 因为是这样的 我老说是有两种专业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专业没有钱是做不了的 比如说我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 你不给我钱我怎么去调查 比如说我是工科 我用上一个 我用上一个